另外想幫我問就是黃國昌被北美洲台灣人 教授協會撤蔣 但他又反酸民主不是屬於民進黨的 想請問問你們怎麼看 我認為黃國昌應當好好去檢視自己的言行 不只有數十萬 真的累積起來是數十萬的公民朋友上街 對準瞄準的就是對黃國昌的不滿 這麼多民意對他的憤怒 他為什麼不好好地檢視呢 那又如同有這麼多的專業團體 法律專業界或者是外媒 也都鎖定黃國昌在主導的這種藍白合作 都傷害台灣的民主 那最新的北美教授協會 他們撤銷了過去對於黃國昌 因為太陽花事件 給予他的一個獎項跟榮耀 現在大家要把他撤回 黃國昌為什麼還是不會反求諸己 好好去檢視這麼多人對你的憤怒 都是其來有自 如果你不能反求諸己 繼續用這種咆哮的 叫囂的 蔑視他人的這種輕蔑的態度 那我想站出來反對你的人 只會越來越多 確實民主不是只屬於民進黨的 但是民主是屬於普世價值的 世界上或者是在台灣社會裡頭 對於民主的認同跟認知 他是非常的一致的 而黃國昌你恰恰就是被貼上了 反民主的標籤 你現在就是反民主 反進步的代名詞